在娱乐圈当中,女明星的颜值一直是人们经常会聊到的话题,每次看到长相貌美的女演员出现在荧幕上,观众总会对她们的成长经历感到好奇,想要知道她们是天生励志,还是经历了女大十八遍,才有了如今的盛世美颜 说到杨幂这个名字,相信大家对她并不陌生,这些年来她多次在电视剧中担任女主的角色,深刻的演技和超高的颜值,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粉丝,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女神 然而这位才貌并重的女明星,却在一次交谈中表示,自己在初中时期没有人敢向她表白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虽然现在的杨幂五官精致,拥有让人羡慕的事业,不过在初中时期,杨幂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,拥有许多的追求者,而是多年来一直无人敢追 听到这里,很多人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,不过看了杨幂初三十的照片,大家似乎从中找到了原因 看到杨幂初三十的照片,很多人心中不禁感慨,杨幂果真是一个从小美到大的女子,虽然初中时期穿着朴素,不过还是无法掩盖她美人披子的事实 这初中的颜值和与众俱来的气质,让她看起来美得无可挑剔 即便是杨幂自朝初中时无人追,大家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,认为杨幂这是过于谦虚了,不过与此同仁,也有人对这件事有不一样的看法,认为杨幂初中时就这么女神犯,无人敢追也是很正常的 出道多年的杨幂,虽然有被传过整形的传言,不过随着杨幂童年时期的照片浮出水面,很多谣言也都不攻自破 而大家也开始试着把更多的注意力,放在了杨幂这些年在演技方面的进步 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,看到杨幂从前的照片,很多人都对她的颜值赞不绝口,并且对她天生励志给予了肯定 与此同时,大家也期待看到她在人生不同时期的变化 无论如何,我们都希望今后的杨幂,继续在荧幕上发光发热,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